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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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小凱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一路駕駛UX300E的這個感受呢 好 首先呢 非常榮幸能夠成為雷克薩斯EV純電動車型的首位代言人 當然我也是非常開心能夠跟雷克薩斯合作 雷克薩斯紮實溫暖的品牌態度 特別吸引到我 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雷克薩斯一起把這種理念傳達給更多的人 那我這次收到邀請函之後呢 也是駕駛著UXEV穿行了北京嘛 那在這個難得的機會呢 也是感受到了北京春日裡的平常風景 也藉此機會去拜訪了一年老師 對 所以是一段非常特殊但是非常美好的旅途 非常好 小凱感谢你的分享 那麼其實我們也都想知道一下 就是當你經歷了這個暫停和繼續之後 你對未來會有一些什麼想往和憧憬 其實生活中的話 有時候也會像現在這樣可能會被迫的按下暫停鍵 那其實我本身不太喜歡忽然的暫停 因為感覺一停下來就會有很多的事情在追著你跑 就不會特別自然 今天下午也是經過跟UXEV更同的緩慢的去度過了這幾個小時之後呢 產生了一種新的想法就是可能現在的暫停也許是為了以後的前進 會顯得更有的節奏有力量 那暫停繼續我覺得也是更好的為之後廣闊的旅程是一種暫停一種準備 那非常感謝小凱和我們的這個分享 然後我們也聊了這麼久 也感謝徐老師在東京的時間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經歷過這次暫停和繼續之後呢 我們有可能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對未來的展望 因為暫停鍵不可能一直按下去 那麼從我開個頭 我們給這個馬上要到來的另一個春天一點祝福 我希望這一次不但湖北堅持住了變得更強 我們也會因為這個事有更多的思考 也會在未來做得更好成就最美好的人生 很高興和雷克薩斯UXCV一起在美好的春日 感受到了平常的風景 那麼也是祝大家在繼續前行的道路上生活明朗 然後呢萬物可愛未來可期 這個春天來之不易 很多人的保護然後讓我們等來了這個春天 所以其實在今後的每一個時間裡面 我都希望能夠盡情的燃燒 春天來了什麼花都會開 我相信大家心中的每一朵新花都會怒放 徐老師 我希望我們誠實地面對生活 也誠實地面對困境 當我們缺乏外在自由的時候 我們就要尋找內在的自由 李輝先生 感謝各位能夠為雷克薩斯相聚在一起 人類的歷史值得我們驕傲的部分 正是在那些苦難和打擊之後 依然頑強地成長 讓我們一起努力 認真的生活 用溫暖的人心的力量 去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太棒了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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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